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深度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来一则最新消息 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他的竞选搭档 来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J.D.范斯 计划于今晚在密歇根州大击流程 举行他们的首次集会 这场集会将是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的 暗杀企图之后的首次公开露面 预计安保措施将非常严密 密歇根州作为一个关键战场州 对于特朗普来说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总统乔·拜登最近因感染COVID-19 而在特拉华州自我隔离 并面临来自党内的压力 这场集会将如何影响美国的政治格局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他的新竞选搭档 俄亥俄州参议员J.D.范斯 将于周六晚上在密歇根州大击流程 举行首次联合集会 这对于特朗普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战场地区 根据Yahoo US的报道 这场集会将于美东时间下午5点开始 地点选在范安德尔体育馆 这是特朗普自上周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 遭遇暗杀未遂事件后再次重返竞选活动 预计安保措施将更加严密 密歇根州是一个对特朗普至关重要的州 2016年,他在这里仅以超过1万票的微弱优势获胜 但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被拜登翻盘 这次集会的举行正值拜登面临越来越多来自国会民主党人和党内其他人的呼吁 希望他让位给一个能在11月选举中击败特朗普的候选人 拜登本周应感染COVID-19而在特拉华州的海滩别墅中自我隔离 根据棕榈滩邮报的报道 特勤局已加强了对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特朗普住所海湖庄园的安保措施 这些措施包括封闭海湖庄园周围的道路 以防范再次发生类似的暗杀企图 棕榈滩市政府在周五向居民发出的警报中确认了这一消息 并强调这是特勤局做出的决定 而不是当地官员的决定 在上周的暗杀企图中 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Thomas、Matthew Crookes 在特朗普准备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附近的展览场地 发表演讲前不久 曾操控一架装有摄像头的无人机在该地区上空飞行 根据Guardian和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克鲁克斯在7月13日的枪击事件当天 按照预定的飞行路径操控无人机飞跃活动现场 随后从距离演讲地点约150码的高楼上使用半自动步枪开火 克鲁克斯被特勤局反狙击手 以枪击中头部当场死亡 调查显示 克鲁克斯在枪击事件前一个多小时 就被认为是可疑人物 但警察最终失去了他的踪迹 调查人员现在相信 克鲁克斯在7月3日特朗普竞选活动宣布集会后几天 就开始策划这次袭击 并在集会前多次勘察了展览场地 根据阿拉巴马州共和党代表加里 帕尔默 Gary Palmer 和奥克拉河马州参议员马克维恩 穆林 Mark Wayne Marlin的说法 警察在枪击事件发生前 曾看到克鲁克斯从事可疑活动 但未能及时阻止他 克鲁克斯的手机中有14000个浏览历史链接 显示他为这次袭击进行了密集准备 但他并未留下任何意识形态宣言 联邦调查局 FBI 透露 克鲁克斯的手机上有与学校枪击事件相关的在线搜索记录 包括密歇根州牛津高中枪手一森 克伦布利 Ethan Crumbly的头像 克鲁克斯还在互联网上搜索了下个月的民主党大会 和乔、拜登、抑郁症、爆炸物和化学化合物 并带着两枚自制炸弹参加集会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克鲁克斯的家庭背景显示 他是一个内向且反社会的年轻人 邻居们回忆说 克鲁克斯一家很少主动与人交谈 克鲁克斯在学校也不太合群 他的计算机技术老师 泽维尔·哈蒙 Savier Harmon 表示 克鲁克斯在学术上表现优异 但在社交方面 则相对孤僻 克鲁克斯毕业于贝塞尔公园高中后 又在阿勒格尼县社区学院 获得工程科学副学士学位 并计划在匹兹堡的一家护理院工作 负责提供餐食和洗碗 他喜欢组装电脑 玩电子游戏 并经常在附近的射击场练习射击 在上周特朗普的集会上 克鲁克斯开枪 导致前 消防局长 科里 康培拉托 康培康培拉托 被杀 另外两名 即会参加者重伤 尽管克鲁克斯的动机仍不明确 但专家认为 试图将他的暗杀 企图归因于政治动机 可能是误导的 暴力项目创始人 詹姆斯 丹斯利 James Densley 表示 克鲁克斯可能只是选择了一个政治集会 作为实施大规模暴力的目标 而并非出于政治动机 总的来说 克鲁克斯的故事 是一个复杂且令人困惑的现代悲剧 反映了当今社会中孤立和暴力的交织 随着调查的深入 我们可能会更清楚地了解 这位年轻人的心理状态和行动动机 但目前 这依然是一个充满矛盾和不解的故事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和俄亥俄州参议员 J.D.范斯 在密歇根州大级流程举行集会 这是他们宣布竞选搭档后的首次公开活动 集会于美东时间下午5点在范安德尔体育馆举行 因为上周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的集会上 特朗普遭遇暗杀企图 这次活动的安保措施将更加严密 密歇根州是特朗普的重要战场州 他在2016年大选中以微弱优势赢得该州 但在2020年大选中被拜登翻篮 此次集会的举行对于特朗普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因为这表明他在经历暗杀企图后 重新投入竞选活动 暗杀企图发生在7月13日 这名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 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的一次集会上 试图射杀特朗普 克鲁克斯在发表演讲前不久 操控一架装有摄像头的无人机飞越活动现场 并最终从约150码远的距离开枪 导致特朗普尔不受伤 前消防局常科里·康佩拉托被杀 两名集会参加者重伤 克鲁克斯被特勤局反狙击手击毙 此次暗杀事件暴露了重大安全漏洞 克鲁克斯在集会前进行了多次勘察 并在集会当天携带了测距仪和背包 被警方认为可疑 然而警方在追踪他时失去了他的踪迹 调查显示 克鲁克斯花费了大量时间准备这次行动 包括多次搜索相关信息和购置装备 他甚至携带了两个简陋的爆炸装置 防弹背心和多个步枪弹匣 克鲁克斯的行为并没有明显的政治动机 根据联邦调查局的调查 他并不具备强烈的意识形态背景 他的行为更像是出于个人原因 而非政治暗杀 专家认为他的行为模式更接近于现代大规模暴力事件的肇事者 而非有特定政治动机的刺客 克鲁克斯是宾夕法尼亚州贝塞尔公园的居民 曾是优等生 并从阿勒格尼县社区学院获得工程科学副学士学位 他的家人和朋友对他的极端行为感到困惑 因为他在生活中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暴力倾向 克鲁克斯在平时生活中很少与人交往 更关心技术新闻和个人兴趣 而非政治问题 综合来看 克鲁克斯的行为模式和背景显示 他可能更像是一个个人问题驱动的大规模暴力肇事者 而非出于特定政治原因的刺客 此次暗杀 企图揭示了对公共场合安全的挑战 也凸显了安保措施的必要性和改进空间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今晚的集会标志着特朗普的伟大回归 经历了暗杀企图后 他仍然坚持站在我们面前 这种勇气令人钦佩 密歇根曾在2016年支持他 这次我们更有理由相信 他能再次赢得这个关键战场周的支持 特朗普的决心和领导力是我们需要的 他的每一步都是在为人民的未来奠定基础 哦,来吧 楚天书 特朗普的勇气 你是说那个在暗杀企图后加强了安保措施 甚至把海湖庄园搞得像个庄家堡垒的家伙吗 这次集会更像是一场安保秀 而不是政治集会 密歇根的选民早就看穿了他的把戏 2020年已经证明拜登才是人心所向 特朗普的回归 不过是他个人的狂欢罢了 谢奇奇 你的冷嘲热讽并不能改变事实 特朗普在2016年 以仅仅超过1万票的微弱优势赢得了密歇根 这说明他有能力动员基层选民 这次选举正是他重整旗鼓的机会 再次展现他的领导才能 至于海湖庄园的安保加强 我们谈的是一位前总统的安全问题 这可是暗杀企图之后的合理举措 不是吗 楚天说 你说的动员基层选民 难道就是那些相信选举阴谋论 拒绝疫苗的支持者吗 特朗普在2020年失去了密歇根 这不是偶然 而是选民对他四年失败政策的回答 他的领导才能 拜托那就是一场现实版的模仿游戏 在暗杀企图后 他不仅加强了自己的保护 还利用这点来营造自己是被迫害的英雄 这种行为更像是政治操弄 而非真正的领导力 谢琪琪 你的批评真让人怀疑 你是否了解什么是领导力 特朗普在任期内推动的经济改革史 GDP增长了2.3% 失业率降至3.5% 这些可是实打实的数据 即使面对疫情 他迅速启动疫苗开发计划 这些都是他的成就 再说选举阴谋论的问题 这可不是特朗普自己编的 是有大批选民对选举过程不满 这正是他再次参选的动力所在 重建选民信心 重新夺回失去的信任 楚天书你的数据真是川普式的选择性记忆法 完全忽略了他在疫情管理上的无能和对科学的不信任 而那些所谓的选民不满 不过是特朗普自己煽动出来的 哪有一个前总统会在选后如此不负责任地质仪选举结果 这根本就是为了他自己的政治利益 拜登成功扭转了经济 推出了基础设施法案 还管理了疫苗分发 这才是真正的领导力 特朗普的回归 恐怕只是再次让美国陷入混乱的开始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好吧 这一期的政治动态可真是热闹得很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和他的新任竞选搭档 来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J.D.范斯 计划在密歇根州举行首场集会 这对于特朗普来说可是个大事 尤其是他刚刚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 躲过了一次暗杀企图后 这次重返竞选活动似乎更具戏剧性 密歇根州可是个关键的战场州 2016年 特朗普仅以1万票的优势赢得了该州 而2020年拜登又把他翻栏了 这不 现在拜登还在特拉华州的海滩别墅自我隔离中 因为他得了COVID-19 这可真是给了特朗普一个好机会 特勤局这次可真不敢大意了 特朗普住所海湖庄园的安保措施也全面升级 周围的道路都给疯了 搞得像是防范外星人入侵似的 这也难怪谁让上周差点而出事呢 那位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年仅20岁的青年 竟然试图刺杀特朗普 这小子还真是不简单 居然还操控了无人机在场地上空飞行 准备工作做得相当细致 听说他还带了两枚自制炸弹 这祸真是有点像电影里的反派角色 在这次未遂的暗杀事件中 克鲁克斯还开了至少六枪 不过也没能直接击中特朗普 只是擦伤了而已 幸运的是 特勤局的反狙击手一枪就把他给解决了 这也算是有惊无险 不过 这次事件还是让人们对集会的安保措施产生了极大的关注 毕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那么 这位克鲁克斯到底是何方神圣 根据调查 他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政治动机 甚至对政治人物都有些厌恶 这让专家们也有点摸不着头脑 他更像是一个试图实施大规模暴力的人 碰巧选择了一个政治集会作为他的目标 调查还发现他对技术和电脑有浓厚兴趣 甚至在家里组装电脑 还对加密货币感兴趣 这小伙子看来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个低调的技术宅 总的来说 这次事件让人们对美国的政治氛围感到担忧 不仅仅是因为暗杀未遂 更因为这反映了社会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当然 特朗普和他的团队也不会轻易被这种事件吓倒 他们仍然在密歇根举行集会 这也许是试图展示他们的坚定和勇气 不管风雨再大 他们也要继续前行 至于拜登 他现在面临的挑战也不小 党内声浪越来越大 甚至有人呼吁他让位给更有希望击败特朗普的人 这次的自我隔离无疑给了他的反对者更多的口实 但能否在这场政治博弈中保持领先 还需要时间来检验 总结起来 这次的政治事件真是够跌宕起伏的 从暗杀企图到集会 再到拜登的自我隔离 无不充满了戏剧性和张力 接下来 我们将继续关注 看这场政治大戏会如何收场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